朋友们好,现在是星期五的下午 等一下要去跟我的同学 我的中庄同学一起去吃饭 因为现在还有一点早 我还要去骑那个小摩托去接一个同学 他还在家里洗澡什么化妆 所以现在还有一点早 要五点半才能出门 去他小区下面接他一下 今天我们好像是去吃素 有个同学已经有好几年没见了 所以今天就约在星期五见一面 然后聊天吃饭 等一下吃饭不知道要去哪里 今天要拿两个头盔 我们这里骑摩托要带头盔的 不带头盔要走发钱的 等一下要带我同学 要出门了 我现在已经来到我同学的楼下面了 在这里还等他20分钟 他还在化妆 但是太慢了 天气又热 我就不上去了 等一下就直接去吃饭了 现在我们来吃饭已经吃完了 来酒吧坐一下 我们来这里坐一下 黄庆还是比较好的 黄庆还是比较好的 好漂亮 朋友们好呀 昨天跟我好很多年不见的同学 其中有一个超过的东西 吃了饭 然后往前就去 那个酒吧里做了一会儿 回家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十一点钟了 然后也睡不着 今天也是一早 就醒过来 然后我来我这里 打扫一下胃圈 现在去吃早点 因为我已经有一个月都没用来这里出来 这个 这段时间每个星期都有事情 所以就没过来 今天没什么事 我后来我扫一下卫生 现在都还是会不会沉沉的 肚子也是不舒服 先去吃一碗 早点 因为早上我吃的那个酱鸭药 必须要吃早点 那走着过去 就开始热了 昨天还吓 就是昨天跟我吃饭的同学 其中有一个 我们也有十多年没见了 开始我还 就是没吃饭前 我还挺抗测的 因为他读书的时候 讲句实话 就是脾气比较怪 我比较怕 在昨天见了 其实脾气还是一样 但是他也跟我说了 原来不是针对谁 就是他的脾气就是这种 我们昨天吃饭还吃的挺愉快的 然后也谈了一些读书时候的事情 感觉一下就回到了20多年前 真的是时间过得太快了 我们毕业到现在已经有22年了 所以以后还是要经常 他说经常出来 去增进一下感情吧 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说 我们今天听到没有 我们现在的感情 也认识到现在